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汉字呢 是 妹 这个字在家伙门里面 它的写法呢 基本上是有两款不同的个性 一款呢是商下结构 一款呢就是手游结构 它这个字呢它这样写 上面是一个V 未来的V 这个底下呢是一个规矩作的女人 它这两个结合起来以后 就是表示一个没有出家的女子 就是历史和开术当中呢 把这个规矩作的女人呢 就写成了一个女子变化 写成了这个变化 旁边呢加一个V 在灵性教科解释 它里面加妹 美妙女 是漂亮的妙女 美妙也很不结婚啊 美妙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那些文字 在解释一些色衣啊 都是经过复习完全 确定以后 经过加工以后 就形成了一些色衣 有很多就是编绕味道的 并不是它真正的原来的意思 复习完全字 根据它的摩点 来把这个字进行 重新进行解释 重新定义 另外呢 在古代的时间 把已经嫁到 护家去的女子呢 成为姬 没有结婚的女子叫做妹 还把这个妹呢 原来的意思就是女姬 就是同父母 而拟拟比自己小的女子 成为女帝 下面呢 我来把这个字的 赵国文节目里写吧 内容是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赵国文里面 这个妹这个人 她有上下这个人 也有左右这个人 这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 上面是一个胃 底下是个女 第二款呢 她现在这样 在这里面 这个字不是母 这是个胃 或者是个胃 这件第一款和第四款这两个字 它就是一个镜一下 把它反一反 这两个字它也是在这 我一字掉了一下子 一出一右 在今晚里面呢 这个妹子写上来 它写成这样 它把这个 教管门里面这个位置呢 它就都加了 写成这样 这是这条左翅的文字 还有一款呢 写成这样 这个字是走出中细的写的写法 写成这款字 写成这样 这款字是春秋式会的 对于说早期呢,还有一块那个字呢, 实际上和这个第一块的字啊,基本上是相同的。 这个就是,有的书发家呢,就是它把那个女字, 它的底下一滴呢,就是拉到那所谓长一滴, 放在一滴,所谓反了一下子。 它和第一块,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的,它这样写。 这也是,走上早期的文字。 这个和这两个字,这个字间,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一个是向左,一个是向右,就插这一件。 这个字,在小庄里面,它基本就是集成了两个家国文基本的写法, 一把想撑下来的。小庄里面写的这样。 这个女,这个位。 小庄里面这些比这些小木 High, 那小刀就写的套易字, 绿素里面,它写得这样senzen的。 马王对普速的记者,写的这样醒。 写的这样一字。 网王对普速的观点,写的套易字。 本来的字,它最后这一遍,写的特别重 天数呢,它就是由这个地数这样引编过来的 所以妹这个字,就是古代式字的发表成错 还没有出家的女孩子 好,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妹这个字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再见